大家好,我是桃園长庚医院名誉院长黄美娟 自律神经系统是人体神经的一部分 它虽然是由脑部分支到身体各器官 但不需大脑下令而会自动运作 也不受大脑的抑制控制 它控制了心肺、胃肠、肝肾、膀胱等重要的脏器 也控制了瞳孔活动、分泌汗水、破液、消化液等等 自律神经可分为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两个系统 一、交感神经又叫做活动神经 它就像是人体的油门装置 负责加速增强人体各主要器官的活动力 如心脏、呼吸加速、血压、身高及肠胃、蠕动、加坏等等 以应付外在压力 二、副交感神经又叫做休息神经 像是刹车让一直前冲的交感神经能缓一缓 让器官活动下降 达到休息、睡眠、补充能量或细胞修补后再出发 正常状况下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相互作用 如果两个系统失去相互平衡的能力 就称为自律神经失调 会出现各种无视症状影响生活 如血压飙高、消化性溃疡、失眠、焦虑等等 更严重就是恐慌症的发作 忽然出现心悸、头痛、反胃、冒冷汗、呼吸困难 甚至是觉得快要崩溃或死亡、恐慌、发作 这对免疫系统的伤害也很大 什么样的人容易自律神经失调 长期处于高度压力 情绪上容易紧张焦虑或是追求完美 钻牛角尖的人 做席不正常 工作经常山班更换 往返世界各地 生理时钟缭乱 当然有人太闲了也会 例如原本忙碌者 退休后失去生活的目标 情经妇女内分泌失调 面临空巢旗等 也会造成自律神经失调 改善自律神经失调 一、运动 像游泳、太极、气功、瑜伽等 二、静坐冥想及缓慢深呼吸 学习缓慢呼吸 采用腹式呼吸更好 用鼻子慢慢吸 慢慢吐 祝福大家都身体更健康 生活更美好 生活更美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